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9月15日 擁有大約15間分店的連鎖西餅店Crostini 前晚突然宣布全線不做了 創辦人跟記者說在政府暫緩追租的安排 7月完結後現金樓開始出現問題 無法交租 唯有不做 工會估計他們有百多個員工被拖欠300萬新金 而餐飲方面 餐飲聯業協會會長王家鑊 在傳媒上說政府推出了為期三個月的暫緩追租安排 完結之後去到8月就已經有五至六成的食肆 大約8000間就要面對被追租 還有收入思想不少食肆 業主也追他交累積的租金 面對很大的壓力 他擔心會陸續出現結業潮 食肆結業潮其實已經開始了 大家留意在街上都會看到 Krostini 一間連鎖 都有八個員工 可以想像得到 雖然這個失業率整體有改善 但這個主要都是因為香港總的勞動人口 本身已經減少了 明顯不是因為香港的經濟已經復甦 好 疫情爆發以來 政府當然推出過一系列 很多各種各樣的東西 貸款、保就業、暫緩追租等等 但這些其實都是指下痛、指下咳 經濟一日未能夠回復正常的話 各行各業仍然都是很艱苦經營 無力撐 撐不到 也看不到前景會好起來的話 我相信企業選擇結束 無奈 但其實是完全可以估計得到 你下來見到就是 打工仔不單止 有些可能欠身 怎樣追回都已經很困擾 還要找工作 而整體經濟沒有什麼大喜悉的話 再加上這個疫情又持續的話 你可以想像得到 如果有些沒有了份工 或者份工也都不明朗的話 那個消費意欲也都會下降的話 變成一個惡性的循環 生意就更加難做 新一波的結構 就是這個結業潮 看來就是剛剛開始的 疫情肆虐 全球各地都可以這樣說 無一幸免 但大家其實經過了 兩年三年抗疫 也都逐漸明白 病毒是一枚 新型冠狀病毒 是否是一件什麼回事 也都掌握了一些應對的方法 重症輕症又怎樣 自己可能都要搞得好 都已經明白到 如果你還給那些所謂感染數字牽著走的話 牽著被走的話 下去不行 你可以看到 你既然在可見的將來 都沒有可能 這隻病毒是會在地球上消失的話 怎樣用一些科學常識 平常心與病毒共存 很多人不願意聽 但實際上已經在共存著 朝著一個恢復正常生活的方向 走得快 可以走快點就走快點 實際上很多地方都被香港嚇得快了很多 香港為什麼做不到呢 這個其實是很正路正常 甚至是正確的做法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 其實不同的階層 實際上的想法都已經很接近 但是看回政府的抗疫 防疫政策或者策略 其實都越講越不清楚 其實說過幾點原則 實際上你看到很多措施 是舉期不定的 舉期不定 但是那個經濟就不會等你 實際上都已經看到了 實際上是很死氣沉沉 很多商界都叫苦連天 有那種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味道 這幾個星期看到一些重量級的人物 九瘡、胡剛正、前高官、馬時亨等等 其實都是一些重量級的人物 紛紛開康 提出政府十月或者至少今年之內 取消現行一些入境人士 仍然都有所謂三加四 三加四檢疫這個規定 反過來社會上也看不到很多人要支持 維持這種三加四 可以這樣說 聲音是少之又少 政府其實是相當被動捱打 似乎就是用我的拖 拖著來做 就慢慢不斷說要看 看著這些數據 什麼什麼 沒有一套很具說服力的說法 特首李嘉超 日前見記者的時候 都沒有直接回應到 取消酒店檢疫 11月前會不會做等等 重複一些政策 要看疫情的走勢數據 政府就考慮怎樣拿回平衡點 這些話其實都真的 說了都等於沒有說了 因為已經沒有什麼意思 而且也都是不一致很多事情 李嘉超見記者的時候也有提到 說Omicron變種病毒株的死亡率 是流感的六倍 就不能夠放寬這個防疫措施這樣說了 他說了之後 醫管局的前行政總裁梁伯賢 就在社交平台發文 引述一些官方的數字 反駁就是說 實際上如果你只是看放寬這個社交距離措施之後 5月起新的一波疫情 死亡率已經跌到0.098% 少於0.1% 跟流感的死亡率相約 這個梁柏妍說得很清楚 梁柏妍說完之後 到了今天特首辦未見 又出來公開再解話 當然是李家超這樣說 和梁柏妍說法 令人感覺到 政府的防疫政策 就真的有所謂科學以外的因素 用了科學以外的因素去抗疫的話 其實不但不利抗疫 那些政策繼續封港 繼續跟國際社會隔絕的話 限制了很多一些社交活動的話 很自然的經濟一字死碎 今天有報章的社評 就狠批政府的防疫政策 甚至金融也都玩亂了 很快可以 引述業界就估計 11月搞國際金融求資論壇 封會 外資只會網上出現 不會真人寧願去新加坡 很有趣 這段報道出了之後 有傳媒下午立刻就有一段報道 列出了一堆已經下水 答應了會參加會議的 國際金融機構的高層人士名單 名字機構都有 相信這些資料來源都是來自官方 為什麼 剛巧今天會出這些 大家相信會明白 官方對國際金融 在上一個比面大派對 就相當緊張 但是對商界大夫說 現在香港已經內出血了 很多企業做不住 財政衰竭死亡 似乎就束手無策 也都不知道 也都不想有些什麼再說 昨夜陳茂波日前就在網誌那裡說 要進一步擴大疫苗接種 才會有更廣闊的空間 更大的程度 恢復於境外的往環 穩住經濟重啟發展動力 他又期望第二期的消費圈 下月1日就發放了 將為市場轉入150億元的消費力 希望可以為零售餐飲市道帶來一些支持 仔細去想回陳茂波說了什麼呢 他說擴大疫苗接種 這個其實上屆政府已經開始不斷說 仍然都還在說 是不是要去到100%呢 接種有助減少重症 這個專家都這麼說 但是與境外的往環有什麼直接關係呢 每天現在的感染個案數字 看到了99%屬於本地的個案 可能1-2%是所謂外面輸入 那酒店檢疫規定還有什麼 就是你數據去支持呢 Prostini這個餅店結業都是一個警號 消費圈第一期已經發放了 很多人都已經用完了 假如效用大的話 我們怎麼會看到現在的零售飲食業 就是叫救命呢 有些已經做不住了 官員仍然不斷用一些不合邏輯 自我陶醉的一套來應對新的形勢的話 就算11月的峰會搞到星光熠熠 真的很多大媽傻金融界 重量級人來了那又怎樣呢 到時商場機場水淨河飛 鬧市就是吉舖多個做生意的店頭 那怎樣講好香港故事呢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請繼續支持 拜拜